今天是2020年2月4日星期二 农历正月十一 庚子年立春 同样也是380公里外 武汉封城的第13天 在这一天 我们将尝试用镜头捕捉 和记录一些自作城市 在特殊时期里的片段与影子 不添加任何的情绪 因为在灾难面前 我们无心煽情 在和肥市鼠山区疾控中心 我们遇到了一组正在换装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任务是去某医院 接收疑似病例样本 看到我们戴的是普通一次性口罩 工作人员恋恋不舍地将三支标号8210的N95口罩 交到我们手中 只说了一句话 真的有点舍不得给你们 但为了安全 你们还是戴上吧 我们知道 这是因为口罩真的太少了 这是我们在医院割离区外拍摄到的一张照片 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 他需要保持这样的姿势接近一个小时 随时等待给疑似病患做流行病学调查的同事出来 而后第一时间为他们做全身消杀 在疾控中心里 像他们这样的小组一共有7组 24小时随时待命 你们刚出去又出去三组 会议室被临时搭建成了休息室 供所有的人吃饭睡觉 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人 都已经一周没有回家了 问及原因 除了随时待命以外 每个人都怕因为自己的工作 给家人带来潜在的危险 远离一些 他们自己也放心一些 疾控中心只是这次抗议战场的一个小小角落 就像无数的基层工作者一样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他们选择用自己渺小的身躯 和微博的力量 来对抗这看不见 摸不着的巨大未知 我们采访了不少人 有路面知情的交集 有参与联防的志愿者 有老党员组成的服务队 我们都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 你们怕吗 我们得到最多的答案是 怕 但这是我的职责 还有一位老党员笑着说 我不怕 我孩子也在一线 是医生 看 多么真实的一群人 有血有肉 我们也许无法用更广的视角 向你呈现这个战场的全貌 但这些不加修饰的镜头片段 可以在这个距离武汉380公里远的城市 进入一些小角落里的真实 不管将来他们会被铭记 或是被遗忘 此刻这个城市在我们的眼中是安静的 只不过这份安静的背后 是避磨肆虐的沉痛代价 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 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很难 也知道自己的能力很渺小 但我们愿意选择相信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